守护学童安全 台中警察在开学日启动了互通专案 针对各辖区内的学校上下学的时段 派请了人员来加强校园维护与疏导 而为了加深学生的危机意识 乌日警分局利用流行的审取 结合宣导口号来传递反霸凌 交通安全等观念 弯手笔站上上下下开学第一天 乌日警分局号召志工团队 到校园大跳三阵五 霸凌out 性骚out 行人地狱out 搭配上宣导内容 小朋友看得好认真 甚至还跟警察PK16吨 一大早就好有活力 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像这样活力上课 警方于上下课时段启动 维护学童安全专案 让家长和学生都好安心 有警察在咨询 有没有家长会觉得很安心 这里因为马路比较大 所以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远景站在路口疏导交通守护学童 乌日警分局在辖区内的各学校门口 每天上下课编列一到两名人员执行专案 并结合学校导户老师等 提升警民合作关系 加强学校周边安全维护交通疏导 结合我们志工妈妈以及邪情的异教大哥等等 我们一起执行这个专案 然后维护我们学童上学以及放学的安全 然后迎接这个全新的一个学期 透过警方 志工 学校 还有社区民众 大家一起来 所以我们的校园 这些年来一直都非常的平静 真的有大家征航 警方运用当红神曲 搭配上宣导口号 传递反霸凌交通安全等意识 让学童每天都能快乐上学 平安回家